这几天关于中国新地图的事情层出不穷 先是印度 然后接着是南海地区的几个国家 沾点水花就想弄点波浪 实际上经常关注中国地图的会发现 他们所说的区域 一直是在我们的地图上存在的 只不过从原来的横板 变为树板的形式而已 那些固有领土是不可动摇的 这不 尼泊尔又跳出来 说跟我们有边界纷争 说实在的 这个小国为何敢这样 前几天访美 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访华 处在印度和中国之间 想找一个新的外交平衡 试图从中美之间找到新的机遇 但是这两天又闹情绪 以不访华为要挟来提出抗议 那么尼泊尔跟我们有哪些争议的地区 中国跟尼泊尔双方的边境线 长达1415公里 好像也没有因为边界问题发生过争执 就算是有分歧 早在上个世纪 60年代都已经解决了 而且双方在2022年12月13日已经确立了 权限勘解立碑仪式 这到底是闹哪出 闹情绪很正常 是因为尼泊尔跟印度最有争议的 卡拉帕尼 科普 勒赫 林皮亚多拉等地 画到了印度境内 就是对这个画法不满意 意思是我家的争议地区 你画到别人家 我不服然后加到满都的市长巴伦德拉 已经决定取消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 国内还举行抗议活动 但是我们绘制的地图都是按照国籍惯例和公认线标准来的 那么尼泊尔跟印度的边界线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经两国关系还不错 作为邻居 称王齿寒的道理都懂 但是一到了抢地盘 那就谁都不能忍 印度一直想侵占两国 比较有争议的地区 就算追溯到殖民时期 印度都想把尼泊尔给吞并了 两百多年前 尼泊尔在英国的围剿下 不得不割让大片领土来求和 但后来有意思的是 印度集体翘水 对英帝国反抗 印度又求助尼泊尔帮忙 你说不帮吧 那么灭亡是迟早的事 你说帮了吧 印度的手伸得太长了 自从帮助印度 抵消了一波镇压 印度想管理尼泊尔的家务事 特别是1962年 尼赫鲁直接下令印度军队 驻扎在喜马拉雅山地区 也就是在两国争议的 喀拉帕尼地区 印度单方面称是临时军事行动 然后就像狗皮膏药 一样弄了个军事基地 这样的剧情在中叶边境 也是不断的重复着 尼泊尔想反抗 奈何自己的实力不允许 印度就是看中了 尼泊尔的不敢反抗 一大欺小 欺软怕硬都是印度的看家本领 只要印度装作听不见 什么不满情绪都是不存在的 然后在2019年 印度自己发布了新地图 把争议的土地都画到自己家 别说尼泊尔 中国的也是 然后尼泊尔境内的学生 进行组织抗议 特别是境内渗透的印度势力 反正双方都是暗中较劲 谁也不服气 尼泊尔甚至直接利用宪法 把争议地区强制归位 既然武力不行 那就用文的 法律和外交手段都用上 反正要是顺从了 那么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而尼泊尔为什么要拉上中国呢 很简单 中尼之间合作已久 想找个调和人 但是这件事情没法参合 中尼印三国还有一条铁路要通过 但是现在迟迟没有完工 因为中间尼泊尔的施工难度较大 印度呢 原建到边境处 中国从吉隆口岸出发 在我们这边修路还好说 但是尼泊尔 要钱没钱 要技术没技术 关键专业的施工人员也没有 最重要的就是 所修建的铁路必须翻山越岭 穿隧道等等 这种施工难度都知道 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 反正国内政党混乱 70多个党派也不知道争个啥 经济也是一塌糊涂 纯粹的农业国 想发展自由经济 只能靠着捐赠和贷款 全国3059万人口 70%都是农业从业者 主要的贸易伙伴就是印度 所以就会发现 印度和尼泊尔纠缠得越厉害 都不怎么会动手 只有陆军的尼泊尔 出行方式 只能靠着公路或者航空 想尽办法和外界打通 但是国内基础设施太差了 反正已经争了几百年了 缓一缓总会有机会的 尼泊尔不敢找印度 是因为印度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版 找中国就是因为 大家都有英明上的朋友 想要协调 但是没原则的事情 都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大家都在保持理智的